我们先提一个问题 就是你一生中有多少种方式 你能够证明你自己就是你 我们证明自己其实有时候挺困难的 第一个能证明自己是自己的 是什么呢 是出生症 你爹妈费劲巴拉的把你生出来 生出来以后呢 医院妇产科 接生你以后给你开一出生证 你凭此出生证 需要去混一个户口 你没有出生证 公安机关就不给你登记户口 你有了户口本以后呢 你就需要再办一个什么证 那证小点啊 就不是一个本 是一个证 叫身份证 现在孩子生下来 马上就能办一身份证 过去的孩子到了16岁 才给你办一身份证 你有身份证 好像才向成人迈进了很大的一步 那么你说这些证件呢 就能证明我自己 不行 你还有时候要办事 比如你要出国 你前面这个出生证啊 户口本啊 身份证 全都不管用 你还得办一个护照 那么除了护照以外 你说什么东西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我告诉你啊 结婚证你能证明 结婚证上一男一女啊 你拿给别人看 说这男的是我 女的是谁 可以证明你自己 驾驶证 也可以证明你自己 社保卡 也可以证明你自己 赞助证 现在叫居住证 等等 这些证件都能证明你自己是谁 为什么这些证件有这样的一个效力呢 是因为这些证件都是国家行政单位 行政机关发放给你的 属于合法的证件 我们现在生活中经常要碰到 就是你要证明你是谁 需要开证明 你比如啊 我还开过这样的证明 是这个 去办一个证件 然后人家这个机关上 要你去开什么呢 就说你证明 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 是合法有效存续的 让谁证明呢 让一个律师所去开 那我觉得这个事就很怪 你本身出示了一个结婚证 那你就没必要再去看证明 证明这个结婚证是存续有效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呢 从大量的开各种复杂的证明中 证明我们社会之间特别缺乏一种信任 这种信任呢 人与人之间 人与单位之间 尤其生人之间 都没有信任 所以要开证明 我看到报道中最为夸张的呢 是让很多老年人 退休的老年人 证明自己还活着 这真是生活中的一种悲哀 你说活得很大岁数了 有的人退休以后 我看到一个极端的例子 是在新疆退休的到云南生活 但是人家为了让你领取这个退休金 你得证明你自个活着呀 就是你每年的返还新疆一趟 让人看见你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不人道 我们今天的远程确认 应该是非常容易的 比如我们有及时的远程的图像确认 你站在这个图像前拿手机一看 你看人还在 这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没必要去非得去 面对面的去解决这个 你要证明你自己是谁的 这样一个社会难题 我们说了一大堆 各种证件 这么大一大堆证件 证明你是谁呢 其实还有一张 这个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证明你是谁 这张证明呢 叫死亡证明 你开不出这张证明 你还就没法火化 你一开出这张证明呢 你的人生就彻底的踏实了 你一生中的证明 没有任何一张 比这张干净利落 我这个前日子啊 看到一个报道 我这个心里啊 特别不舒服 他说是一个孤儿 为他的父亲去开死亡证明 为什么他这个孤儿 非得去开这张死亡证明呢 就是如果他开不出 他父亲的死亡证明 他就进不了孤儿院 他就不能享受国家 孤儿院是国家福利啊 国家给他的这个福利 所以他急于把这个证明开出来 这孩子只有15岁 开出来以后 才能进到这个孤儿院 有人照顾他 我觉得这种事情啊 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呢 就是比比皆是 就像我这样的人 经常遇到这种事 所以我们就 就不再去纠缠这些事 我们生活中 希望行政机关 不断地简化手续 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用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证明我随时我是谁 我能做什么 就说这证明中啊 我们证明中 证明自己很重要的一件东西 是什么呢 是护照 就是出国你就用 不出国你就用不着 所以今天中国人办护照呢 想起来比过去容易多了啊 今天有个护照不算什么 过去有个护照 好像都高人一等 你因为你其他证明 你出不了国呀 你拿一个身份证 合法证明 你出不了国呀 没人认识 你拿一个驾照 合法的证明啊 你到那都没有用 你到海关出示身份证 什么 你都出不了国 所以你必须办这本护照 那我们就想 古人他怎么出国呢 古人怎么出国 有这么麻烦吗 他还真就没这么麻烦 我们在商周时期啊 春秋以前呢 这国家都小 土地大 没什么纷争 这个国与国之间 竟大量的无主的这个荒地 所以他就没有这出国问题 你爱上哪上哪去 所以他之间的冲突就特别小 那么人和人啊 人和人的冲突 是因为居住的密集 如果你非常稀疏的环境中 人和人都比较亲 你亲还来亲不过来呢 对吧 过去这个我们在乡下 很少有这种 人和人之间的强烈的冲突 为什么人和人居住的环境 太宽松 居住环境宽松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宽松 我们的历史到了战国时期啊 一下就变得非常清晰 纷争增加 为什么叫战国时期呢 就是打仗 各国之间打仗 对吧 我们都知道 这个秦统一六国 韩赵卫 楚延祺啊 就是六国依次统一 最后形成一个大一体的国家 但是在这个战国 七雄之前呢 是七雄啊 前面还有很多小国 这个国与国之间呢 就有摩擦 就要证明 这块土地是我的 那你要来呢 要证明你的一个身份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凭证 这个凭证就叫服劫 服劫 这个服劫 跟护照有一个区别 护照是证明你就是你 这个护照上的人就是我自己 但是服劫 只能证明我来你这儿 是可以通 利用这个服劫 通过你这个道路的 这个人是谁不重要 这个服劫比你重要 那么我们今天啊 这个国宝级的这个战国的青铜服劫呢 叫恶军企节 这个服劫是五块 有两块在国家博物馆 有三块在安徽省博物馆 为什么这个东西呢 分开了呢 它是一组啊 五截啊 五个服劫传在一起 就是一个主筒子 就这么一个主筒子 是因为当年出土以后呢 有两块给了国家博物馆 所以现在呢 分成两处 恶军企呢 就是凭借这个服劫出国 这个服劫上很清楚 说的什么走的路线呢 而且有两条路啊 一条水路啊 一条汉路啊 那么这说起来就是我们最早的 为什么说它是国宝级的呢 就是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护照 那么到了汉代啊 这节呢 就不是这样啊 就不是用这种青铜 青铜这种节带 鞋带不是太方便 你想这么大个又铜得很重 那么它就逐渐演化成呢 就是一柄啊 最有的这个金毛的长肝 我们过去说苏武牧羊 手持福节 就是这样 这个图像 我们在各种文物上都可以看到 那么苏武啊 是初始匈奴 我们跟匈奴之间的关系不是太好 过去老干账 那么你有了这个福节以后呢 你这个初始他的各个关卡 就对别人就会对你尊重 就可以放行了 那么这个汉书上是这么记载的 说这节是用竹子做的 杠长八尺八尺多长呢 就相当于我现在这个人高一米八 上面呢 得有三层的这个牦牛尾 这是汉书上的记载 那么 资质同线里呢 也有记载 因为苏武牧羊这个故事是流传非常广的 说 杖汉捷牧羊 卧起操池 就是这个杖的这个福节呢 然后操池这件事 节操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苏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 说天与雪呀 武就指苏武 沃涅血雨 沾毛并咽之 数日不死 凶奴以为神 就是在大雪中 这个苏武牧羊 他在贝加尔湖啊 多冷啊 他沃在那 就是合着这个皮 这个皮毛 吃着这个雪 因为雪是水分呢 然后这块这个描写 我觉得是有点不得可能 但是古书上就这么记载 说他和沾毛一块就咽下去 因为饿呀 数日不死 匈奴就以为他神 所以苏武啊 这个池节啊 初始十九年不改初心 这就形成了我们 这个今天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表示一个节操 那么池节啊 初始呢 这个 由于它是这样一种形式 我们到今天 我们派出去的 外交人员经常称之为始节 就是这么来的 啊 迟节呢 有这样一个政府 颁发的一个信物 那么到了唐代呢 也有出国 那时候出国呢 大部分目的都是经商 唐代以后 我们的商业就变得比较发达啊 从张迁出始西域以后 啊 从汉唐之之际呢 这个商业还是逐渐发达起来的 尽管也有少量的宗教文化的交流 但是主要呢 就是经商 出国的目的就是经商 旅游这个概念 当时是没有的 旅游这个概念是很晚才有的啊 那么到了唐代啊 出国呢 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需要经过对方国家的一个认同 这个认同相当于我们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边界 你看我们今天出国啊 你到了机场啊 还是到火车站 你要经过一道边检 你知道海关不管你啊 你不要以为老说 哎呦我过关了过关了 其实那个过关 海关是不管你的 海关只管物不管人 海关不管你出境的自由 只管你东西 携带了东西的自由 比如我们不许出关的文物 你带出去就视为走私 比如不许带来的这个奢侈品 奢侈品是可以带 你如果不交关税 那就不许带 超过一定数量就不许带 这个是归海关管 但我们人啊 出入境呢 只是边检管 就是所谓的边检呢 就是我们出入境管理局来管 所以我们过去呢 也叫这个管理所啊 我们唐代的这个护照就叫过所 这个过所跟英文中的 possible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我们今天可不叫 我们可不叫过所 我们叫护照 为什么叫护照呢 我们一会儿说 那么 这个唐代的概念非常清楚 就是你持这件东西 就是为了从我这过去 我允许你过去 古代的出国呢 除了商人以外 偶尔的也会有一些盘查 为什么呢 他有逃犯 逃犯只要逃出 他所犯罪的这个国度呢 相对来说呢 他这个罪行就被掩盖掉了 如果你不是商人 上来问你几句 你马上就会被问住 过去人家为盘查 你从哪来啊 干什么去啊 经商 经商卖什么呀 问你两下 你如果不是经商 你有时候答不上来 你说那边丝绸卖多少钱 你马上就愣了 你答不出来一看 你就说谎 你一说谎 你说一个谎话 得十个谎话 圆 你说完十个谎话 你就下面说一百个谎话 你肯定就漏洞百出 所以过锁的这个制度 检查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我们过去这个审查 包括今天的审查制度很严啊 我们出入境的时候 都变得比较简单 就是因为你经常出入 你的护照上什么 全是各种章 所以你出去的时候 人也是抬头看一眼 一合 是你吧 盖一张让你出去 回来的时候 一看是你吧 盖一张 就回来了 这都比较简单 过去他有时候 要盘问你几句 说你打哪来啊 你说我打南边来 我打南边来 南边来哪 你上哪去 打北边去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得说清楚 你从哪来 是吧 过去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手里提着个五金塔嘛 打北边来个哑巴 窑里别着个喇叭 这个都是过去的绕口令 那关于过锁 这个过锁是一个 很重要的文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物馆里藏有一个重要的文物 一本唐朝的过锁 这个过锁呢 很有名叫石燃典过锁 石燃典呢 你听不明白吧 我也听不明白 这就是一人名 这古代的人名 跟今天的人名有点不一样 今天你看这仨字 你怎么想不起来 它是个人名 石燃典是个人名 它呢 这个保留了一个过锁 这个过锁呢 曾经在这个 首都博馆做个展出 它出土于呢 1959年啊 出土于新疆吐鲁藩的一个墓葬 这个墓葬里呢 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是唐 开元20年 公元732年 当时的这个开元 我们都知道皇帝就是玄宗李隆基 石燃典过锁呢 它是由三张纸 粘接在一起的 它长多长呢 这么长 这么长 大概78公分 宽呢 这么宽 28公分 挺大的 它前后是残缺的 上下比较完整 书写了有20多行字 内容非常清晰 然后呢 它的文书中呢 特别有意思 它首印上呢 是盖着一个瓜州 都督府之印 瓜州是哪呢 就是今天的甘肃 中间的三印呢 有沙州 沙州就是敦煌 结尾处是伊州 伊州就是今天的哈密地区 可以看出它当时的路径 这石燃典当时呢 就是一居民 没什么新鲜的 这是一个普通居民的 一个护照 这张这个过点呢 可以看出当年呢 这个商人 当年的行程 他先是携带的 这个安息的都督府 颁发的过锁呢 从安息到瓜州经商 又经过瓜州的都督府 颁发的回安息的一个过锁 就这个东西来不停地在换 途中经过了这个 一个叫铁南关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现在是在今天的 燕齐与库尔勒 库尔勒这地方我还去过 就是这之间 大概是这么个位置 那古代的护照啊 尤其唐代的一千 你想一千三百多年的护照 保存下来的非常非常罕见 所以这个今天是我们国家的 国之重宝 你不要看这么一张纸 这叫国宝级的文物 所以你们自个儿的护照啊 都好好的留着啊 留一千三百年啊 也就是一个一级文物啊 你自个儿的护照 看你能不能留下一千三百年 唐代有两个僧人出行 都牵扯到这个过所 就牵扯到这个护照啊 第一个是我们大家 非常熟悉的玄奘啊 西游记忆呢 他讲的是通关文谍啊 通关文谍是完全是后来 这个吴承恩给美化的 他是按照这个明朝人的眼界去写的 当时没有通关文谍 当时就是过所 因为吴承恩他是明朝人 他眼界他当时没有那么严谨的考证 所以他说的就是通关文谍 而且通关文谍是比较容易听懂的 你今天如果写小说 你可能说当时啊 比如玄奘出示他的护照 别人就听得懂 你说唐这个这个唐玄奘啊 出示他的过所啊 你就听不懂了 所以这个在明朝写小说的时候呢 运用了当时明朝的这个通行的名字 是很正常的 通关文谍本身就是相当于这个护照 那么上面盖的这个章呢 就相当于今天的签证 那实际上呢 真实的玄奘呢 他当时他还真没有这护照 没有这过所 他是钻着空子出的城 玄奘当时呢 他感觉这个国内翻译这佛法呢 实在是落后不健全 然后呢想去这个感悟啊 印度的佛法的这个智慧 就决定前往印度 那么玄奘就召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啊 就说这僧人咱一会上书朝廷啊 申请护照啊 申请这过所 结果遭到朝廷的拒绝啊 禁止他们出境 为什么禁止他们出境呢 是因为当时国家准备跟突厥打仗 实行这个禁边政策 就是严禁你出去啊 这个很正常 我们近代史上 凡是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 这个边境都先关上 那么玄奘呢 就没有获得这个护照呢 就没法去嘛 那么到了公元627年的时候 为了应对那双灾带来的这种饥荒 官方就开始允许长安的这个百姓开始外出了 因为你知道 古代遇到饥荒是个很正常的事 遇到饥荒的一个简单的应对方法是允许别人逃荒 如果你不允许百姓逃荒呢 他在这饿死是不可能的 他就要造反 所以呢 为了应对这个灾害 自然灾害啊 就是官方就允许 大家可以走了 这时候玄奘呢 就这个离开了长安 就是今天的西安呢 一个月以后呢 就到达了梁州 梁州呢 当时是大唐的边防大城 没有官方的命令 你就不能再往西去了 玄奘到了梁州以后呢 走不了了 没有护照啊 没有这个过所啊 只好在那开道场讲经啊 边讲经呢 边等待机会 一个月以后呢 有这密探呢 就向当局啊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这密探啊 就告密 说这个玄奘的意图啊 所以就勒令他呢 赶紧返回长安 你别过在这边境上待着啊 别过装模作样的讲经 你肯定是要想跑 但是玄奘的这个诚心呢 就感动了当时梁州的这个佛教领袖 就将他护送啊 就出城了 就到了瓜州 再往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域了 那么这个瓜州当时的官员呢 已经接到了梁州 我们过去都是州制嘛 就接到了梁州送来的这个追捕文术啊 但是这州官呢 这州官叫李昌 这名字很普通啊 穆子李昌盛的昌 他非常佩服玄奘的这个决心 就决定呢 护送他出官 你知道过去的这个官员啊 他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 他自己就能决定这件事 这州官非常的不错 就是很有正义感 他如果当年把玄奘给扣了 那就没有后面的大唐西域记了 也就没有后来我们的西游记了 也就没有电影小说影视记动画片了 也就没有大圣归来了 今天很多人就没有饭碗了 你知道这些人啊 都得好好的感谢这个叫李昌的官员 他就把他放走了 他可以说我没有说到你的这个文书啊 这人已经走了 出境了 出国了 所以这个玄奘呢 就是一路西行去西天取经 成就了他非凡的佛教成就 再有一个跟过所相关的一个僧人呢 就是建真 建真和尚 建真和尚东渡 你看刚才玄奘是西行 那么建真呢是东渡 建真东渡的时间呢 也差不多 公元742年到这个753年 大概有这个将近十年的时间 他有几次东渡呢 一共六次 我们博物馆油画馆里 还有一个这个建真东渡的一个大幅油画 当时啊 日本佛教啊 就是你想想佛教是从西边来的 所以一直往东行 越往后传达的力量就越弱嘛 再加上有海峡隔着 所以到了日本的佛教 他戒律呢就不完备 僧人不能按照这个律仪去受戒 所以在这个公元呢 这个733年的时候呢 这个僧人荣睿啊 普照就随着潜唐使呢 就开始入唐 就入唐以后邀请高增呢 去到日本传授戒律 那么他在中国待了大概有十年 就是来找人 最后找到了这个建真 觉得建真的这个身份就够了 第一次建真东渡的时候 他手里并没有护照 没得过锁 但是日本僧人手中有个什么呢 有那个宰相李宁甫的哥哥给的公函 这个公函呢 虽然不如过锁 没得护照那么硬气 但是还能用啊 所以地方官员呢 也就加以一个援助 一看哎呦 说宰相他哥哥给开一路条 得了 我们就放行 结果没想到后面内部 出了个内讧啊 就有人就诬告 说建真一行呢 是这个 主要是造船与海盗勾结啊 准备攻打扬州 所以官员立刻就派人 拘捕了所有的僧众啊 把这僧人全给拘捕了 后来就放了 但勒令呢 日本的这僧人立刻给我回国啊 第一次建真东路 就此夭折 后来的这七年间呢 有了第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啊 大多是因为天气恶劣啊 或者弟子担忧啊 各种其他的原因 导致都没有成形 那么 大约这时间过了 十年从第一次啊 到第六次 十年过去了 第六次 建真呢 游历了 大半个中国啊 名声大噪 天暴十二年啊 就是公元的七百五十三年啊 日本潜唐使啊 这个潜唐使呢 叫藤原清河啊 来了一行人 就抵达了扬州 再次恳请建真啊 同他们一道东渡 就回到日本 当时啊 唐玄宗呢 宠心道教 想派道士去日本 他不想派这个佛教人士去 想派道教人士去 但日本人拒绝 日本说你别来这套啊 说我们呢 还是希望建真去 所以玄宗就说 那建真也不能去 不能去这个佛家去 道教不让去呢 道家不让去 佛家也不让去 所以呢 就不允许建真出海 日本人还是比较虔诚啊 他这个对文化的这种渴求 对这个宗教佛教的这种渴求呢 是非常发自内心的 藤原清河呢 就将这个邀请这个建真和尚 和唐宗拒绝他出国的这个事呢 就跟这个建真和尚说了 就跟他告诉他了 希望他自己做出决定 就说我呢 非常诚心诚意的 希望你到日本去 这个弘扬佛法 但是呢 皇上不想让你去 你自己决定吧 那么建真和尚啊 建真大和尚 当时就表示愿意同行 然后秘密乘船呢 就到了今天的苏州呢 黄四浦 就是今天的属于张家岗嘛 张家岗 然后转达这个潜唐室的大船 就是在入冬的时节 11月份呢 就出发了 我们今天到日本去 真的没那么远啊 他当时走了多少天呢 走了40天 进入了日本的九州的泰宰府 就是今天的福岗 福岗其实离中国没多远 你从上海坐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 真的是很近 当时要走40天 在海上 非常辛苦 又是冬季 那么建真一行呢 前后历时12年 六次起行 五次失败 航海三次 己心陷入绝境 途中呢 建真大和尚 失明 这是人生非常悲哀的一个事 你知道人到成年以后 失明是非常痛苦的 有36个人死于船祸和伤病 200多人就退出了这个东渡的行列 只有建真大和尚 赌制不移 百折不挠 终于实现了毕生的一个宏愿 那么建真给日本带去什么呢 不用说 佛教是第一位的 包括城市建设 我们知道平安经 跟我们的唐代长安是一模一样 就是小一号 带去了中国的文字 带去了中国的中药 香料 带去的东西非常多 我们今天到日本 可以处处看到日本文化 对建真和尚的一个尊重 我在这个日本的很多地方 都看到建真和尚的那种 庄严肃穆的塑像 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 一个没有官方允许 没有持这个护照的情况下 一次东渡的文化传播 这次传播呢 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 一直到今天 文化 是